人在做住,天在看住,别给自己找麻烦,凡事给自己留条后路,做人不要目中无人,做人做事太狠,天会找你麻烦。 你喜欢付出,福报就越来越多,你喜欢占便宜,麻烦就越来越多,你喜欢助人,贵人就越来越多,你喜欢抱怨,烦恼就越来越多。 宽,心,人活着,没必要凡事都争个明白,水至轻则无鱼,人至轻则无棚,跟家人争,争赢了,亲情没了,争的是礼,输的是情,伤的是自己。 多一份平和,多一点温暖,生活才有阳光。 贫、负、知足的人,虽然睡在地上,如畜在天堂一样,不知足的人,即使身在天堂,也像处于地狱一般。 人生,心灵富有最重要,若又于物质欲望,即使拥有再多,也会觉得不够,这就是贫穷,反之,物质生活轻贫,并不影响心灵的充实,知足而能自在付出,就是真正的富有。 计、计、计较,与人方便,就是待己人后。 人心是相互的,你让别人一步,别人才会敬你一尺。 不与君子计较,他会加倍奉还,不与小人计较,他会拿你无招。 宽容,貌似是让别人,实际是给自己的新开拓道路。 放,下,今天再大的事,到了明天就是小事,今年再大的事,到了明年就是故事,今生再大的事,到了来世就是传说,我们最多也就是个有故事的人。 今天会过去,明天会到来,新的一天会开始。 简、单,心简单,世界就简单,幸福才会生长,心自由,生活就自由,到哪都有快乐。 得意识要看淡,失意识要看开。 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,只有放得下,才能拿得起。 多一些宽容,多一些大度,挥挥手,笑一笑,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。 人,心,别把他人的善良当软弱,那是一种大度,别把他人的宽容当陌若,那是一种慈悲。 好脾气的人不轻易发火,不代表不会发火,把情当情,才有真感情,平等互爱,才有真人心。 福,或,积德虽无人见,行善自有天知。 人为善,福虽未止,或已远离。 人为恶,或虽未止,福已远离。 福或无门总在心,作恶之可怕,不再被人发现,而在于自己知道。 行善之可加,不在别人夸赞,而在于自己安详。 空,白,给自己留点空白,会使心灵更畅快地呼吸。 当你春风的一时,留点空白给思考,莫让的一冲昏头脑。 当你孤独时,留点空白给友谊,真诚的友谊是第二个自我。 留一点空白,这是人生的真理。 留一点空白,这是生活的智慧。 感,感激伤害你的人,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。 感激欺骗你的人,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。 感激鞭打你的人,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。 感谢所有使你坚定成就的人,要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,生活才会更精彩。 随,缘,人生,不过一杯茶,满也好,少也好,争个什么,浓也好,淡也好,自有味道,急也好,缓也好,那又如何,暖也好,冷也好,相是一笑。 人生无常,有福报的人经常能逢凶化吉,倍感幸运。 而没有福报的人,做事就默奈摩顺了。 大慈大悲的菩萨度众生,送您几句话,误懂了,福报自然找上来。 早课开始,第一句,吃亏也是福。 感恩那些让我们吃亏的人,年轻的时候多吃些苦头,其实也是一种修行。 这是在累积福报,愿意吃亏的人,终究吃不了亏,在因果法则面前,我们所做的善终会回到我们身边。 我们吃的亏,也会在其他方面补回来,他人占的便宜,却会在其他方面损去,因为人享用多少都是有定数的。 吃亏是福,后报是修来的。 第二句,因果不虚,善因善果。 前世种因,今生受果,因果不虚,不相信因果的人,做起坏事必然肆无忌惮,因为他们不害怕恶因,可能躲得过恶果吗? 我们在离世的时候,什么也带不走,唯有夜相随。 望各位师兄种下菩提心的种子,并行善不失,让福报大大树越长越茂盛,甚至必因子孙。 不争的自在,命里有的东西,不争也会得到,命里没有的,怎么争也没有用,争不到。 有的人为了命里没有的东西争的死去活来,真的没有这个必要。 随遇而安,才是佛法智慧,才得大自在。 父母的话,就是菩萨语,我们的父母,有时候会很牢叨,不要嫌弃他们,他们的话就是菩萨语。 难听的,好听的,都是为了我们好,父母走过的路比我们多,不管文化程度的高低,他们总想把最好的全部都告诉我们,我们却不懂他们的良苦用心。 生活上的经验,为人处事上的方法,多向他们请教,可以避免走很多弯路,千万不要辜负了这颗菩萨心啊。 菩萨送给您的这几句话,师兄们跟墨学一起好好悟,悟透了,我们就得大福报了,若不转念,菩萨怎么为我们救苦救难? 倘若回头,又何须菩萨大慈大悲呢? 师兄早安 观世因菩萨闻生救苦,凡有所求,无不成就,大家应怀菩提心,行菩萨道,愿众生皆能称谓被菩萨庇佑之人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因菩萨。 小月谈生肖,小月说生肖,生肖运势我知道,大家好,又见面了,我是你的生肖小助手,小月。 今天介绍的这四大生肖,有重区别于其他生肖的特质。 平时的生活状态还算稳定,收入总是高不成低不就,用老话说就是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状态。 但是这种状态马上就要结束了,进入十二月,中奖运天天有,横财运更是不停哦。 一起来看看吧。 生肖龙,属龙的人,是家里的希望,更是自己的鞭策者。 他们注定会靠自己成就辉煌,赢得一世富贵,给家人一个优质的生活环境。 这样的福气定能给后代享福,赴三代人。 十二月份好运连连,好运不断,惊喜不断,横财不断,必坐享荣华富贵。 而且生肖龙的运势指望不衰,横财运更佳,中奖年年有,金贵无穷。 生肖鸡,属鸡的人,在十二月即将拥有令人倾慕的日子。 心情畅快,才情皎洁,发现力不凡,四周的人都对你刮目相看。 适合集会,谈协作,你的聪明增加了金钱入账的机会,给财比预期中的要多。 生肖蛇,众所周知,生肖为蛇的人做事情,追求完美,不管什么都必须做到极致。 他们这样的性格,虽然有的时候会为他们的人际关系带去小麻烦,但也不影响他们在事业上的不断晋升。 毕竟,肖蛇人是真的学识渊博,有着卓越的能力,领导布置的任务每一次都能够出色完成。 在这个月,他们只要稍微耐下性子,有意地改善人际关系,他们的事业会更加地顺利,钱财也会越赚越多。 生肖虎,属虎的到了12月份,工作运会有很大的提高,大雪、节气过后步入观印相生之急运,属虎人苦尽甘来不,不管工作、财运、生活还是爱情都称心如意,还能在工作中获得很大的前进,在工作上可以有迅速的开展。